Gradient 這個時侯怎麼開始要怎麼結束 我們開始的時候要進展 結束一樣要進展 這就是氣功與運動最大的差別 運動只會消耗 你做完之後就會累 你幹嘛就想去吃 要幹嘛就想去睡 但是正確的氣功斷練方式 它是會讓你補充元氣 那補充元氣的時刻就是在這個動作完之後的近站 或者是近坐 一 二 三 四 五 一 規律的速度創造出規律的循環 五 用心體會專心的帥 這裏想說的一點是練功真的在心態 其實練功這件事情上不能太聰明 這是我的體驗 真的不能太聰明 其實平反真的是雖然是很簡單 但是它是有很深很深的學問 有信心 有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們大部分人可能就是說是通過了練習 得到了一個好的結果 我們才有信心 但有些人他不是很單純 你跟他說了 他的直覺他就是相信 他就會效果非常的好 其實有時候心情的好和不好 其實就是開始解釋自己是不是有太多的想要 或不想要 就是因為這些人事物沒有感到你的想要 或是說他進入到你那個不想要的那個好物性的那個部分 所以你就會覺得心情受影響 那何妨我們常看的心說 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 為什麼歸不著想要的 日本共感到的 可能 sẽ不 Lim roy何子 有空的 外 Metro 應該是去年那些秋天的時候 不掉皮看也不癢了 然後到今年應該是二三年前的時候 質問就是第二次的皮膚變成 並沒有了 現在就是 ripped 太棒了 我就希望我们最后能够成为这百里挑一的人 完成这个百日出金 谢谢大家 收瓶甩 甩出健康 甩出幸福 感恩师父 一切顺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